大家好,这里是EasyTimeTV,我是张苗 每天都要听音乐的朋友一定会被这些纠缠不尽的耳机线而烦恼 以前我们介绍过一种用手指来绕线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复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工具 它只需要用一秒钟就可以来完美的解决耳机收纳的问题 这个小工具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当我需要去使用的时候,我只需要把它轻轻的一拉 这样的话耳机就已经被打开了 当我需要收纳耳机的时候,同样我也只需要轻轻的一拉 这样的话耳机就已经被收纳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奇的家伙到底是怎么去装配和使用的 这个工具的包装像一支大铅笔或者是一个荧光棒 它的名字叫暗活耳机膜带 打开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笔尖给它打开 然后我们把耳机膜带从里面取出来 耳机膜带包括三个部分 一个是这个主体的部分是一个硅胶的一个管子 然后也还包括了一个黄色的一个小筛子 和一个白色擦头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首先把我们这个耳机呢 耳机的这个擦头呢,顺着这个管子,给它插进去 需要注意呢,那种直角的耳机擦头是无法插入的 像苹果的耳机呢,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对于那种耳机线一长一短的那种不对称的耳机呢 或者是这个线控太大的部分呢 是无法去使用的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黄色的这个筛子呢 把它卡住耳机线的这个末端 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到这个插头里面 然后实际的给它去CG 最后一步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硅胶套呢 小心的给它套在我们的这个插头上 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硅胶套呢 我们不要用这个手指的指甲去给它划伤 因为硅胶这种材料呢,韧性都比较好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比较尖的物体呢 给它扎了一个小眼儿 或者是用指甲盖去划伤的话呢 就容易把它撕破 而且呢,在这个硅胶套的末端呢 它有一个凸起 这样的话可以正好把它卡在我们这个 插头的这样一个缝隙里面 就像这样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安装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需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这个收纳耳机 因为这样呢,容易被弹回来伤到自己 还有呢,我们发现这样呢 由于距离不够长呢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把耳机收纳进去的 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再演示一次 我们需要把手指呢 轻轻地抓住两端 然后呢,把这个掌心向下 然后往两边轻轻这么一拉 不用担心这个线不够长 因为这样它的这个韧性是足够好的 可以把手指呢 稍微地顶一下这个耳机 这样轻轻地一收 那么耳机呢 就已经被很容易地放到这个耳机袋里面去了 除了蓝色之外呢 暗火的耳机膜带 还有多种漂亮的颜色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